第1個方程是告訴我們什麼 加力是它對x的平尾分 0 代表原來這個壓力場跟我的x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這告訴我們跟y有沒有關係 各位記得xy是我們定義的平面 對不對 就是游泳池 你往這裡游 往這裡游得到的壓力是一樣的 那個深處那邊有一個mai 很比基尼 你要去看它 往下游 不一樣了 就是往下游 或是往上游 我們來看這個方程式 現在這個已經只是z的函數就不用了 因為我們用腸尾 腸尾 我差點說腸尾 二改 所以dp dz 等於 負的 g 分開了沒 of course 既然分開了 勇敢地把它集分 所以p 等於負的 g c z 加 方數 這個 這個 好 假設我們是在游泳池 這裡假設是我們的大漆壓 然後會跟各位解釋 我們的 xy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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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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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H 加上大漆 那一般我們會不會感受到大漆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壓力很重 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胸腔裡面有什麼 有一大漆 然後這邊有什麼 這邊腹腔也有一大漆 OK 所以我們感受不到大漆 所以一般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我當然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表壓根 所以一般而言 假設你用表壓的話 就是跟你的深度成這種的一種 OK 或者是我們剛剛在做這積分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 我們要做的 P1 輔助的 Rho G Z DZ 我們去分的時候 P1 輔助到P2 P1 輔助到Z2 所以 P1 P2 輔助的 Rho G Z1 假設這點是Z1 Z1這點是Z1 所以Z1-Z2就是它的什麼差 它的高度差 所以任何在流體裡面的兩點的壓力差 只跟你的高度有關 所以我的手錶上面寫著100m Water Resist 就是它可以支撐這個100公尺的深度的壓力 100公尺的深度壓力 水的壓力是多少 大概10個大氣壓 那你怎麼知道 我們來看看 大氣壓 atmospheric pressure 然後呢 我們一般測量大氣壓的機器 我們稱之為parameter parameter的長相 不要把我們異手拆了 OK parameter它的做法就是這個孔子裡面 把它裝五二 那孔是讓它們讀的東西 不是萬不得已 不要碰它 然後呢 我們拿一個真空的管子 把它顛倒過來 這個真空Vacuum 我們把氣體的壓力是來自於裡面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分子或是原子 它對表面的碰撞 所以你把它抽真空的時候它沒有任何的壓力 所以這是一個真空沒有壓力的部分 然後我們剛剛得到這個結果 我們的壓力只跟什麼有關 高度有關 只跟高度有關 這個講到另外一個話題 任何流場或是容器裡面同樣的流體 只要是高度一樣 它的壓力一樣 所以我想說給你一個 管子長得很奇怪 想像它長得這樣子 我的脫補血也沒有什麼 這是我的流體 所有這個高度一樣的地方 壓力一樣 壓力一樣 而且壓力是跟我的高度很正經 那各位 這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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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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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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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等高等壓原理 這個 我們等一下再提 我覺得這個點 FT 比較重要 我先可以提一下 等高等壓原理 這個等高等壓原理 在我們機械裡面 有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各位有沒有學過 或是大師旨遊 可以吸油壓工程 有沒有聽過 還沒有 它最基礎的原理就叫做等骨高等骨壓原理 我們來試試看 隨便或異面 這地方我裝一個Piston Piston 這是小的 面積叫做A 這裡我裝一個大的Piston 它的面積叫大A 我們知道任何的地方只要等高 就等骨壓 好吧 OK 好 我這邊稍微 不一定這麼高 吃面 可能這邊Piston在這裡 任何的高度 只要是等高 就等骨壓 好的 這個時候假設我這裡給一個力 叫小力 F 然後這裡會不會產生一個壓力 不考慮那個大氣壓 我這裡的流體 感受到 這個Piston上面的力 給我的壓力 這樣我們稱之為P 等於多少 F 不考慮大氣壓 是不是 這一點 跟這一點的壓力 是不是一樣 一樣 請問這邊壓力是多少 這個比這個又更深的 H 所以這一點我們說P2 好了 低度的壓力是多少 P1 加 G H P1是多少 小F 除了小A P2是什麼 這裡才生在 我講過壓力是沒有方向 給你一個面積有方向 我只知道這一條面是一樣的壓力 所以有沒有這樣方向的壓力 有 這壓力是多少 是不是跟我這裡往上推的壓力是一樣的 所以不會感覺到一個 往上推的大F 我把它寫的故意大一點 什麼大F 主張大A 我把這互列這樣 這有什麼關係 A 當A B 遠大於A的時候 F 遠大於小F 所以這裡 你可以放一個 車子 這個呢 叫 這叫什麼 千金鼎 等高等壓 遠領 這不是千金鼎 這什麼好笑 千金鼎 這不是千金鼎 這個千金鼎啊 我們稱之為 謝謝 我都忘了 還抓了 Jack 所以你要取另外一個名字 要取Jack 這就是我們的千金鼎 這就是我們的千金鼎 同樣我們也可以設計 好比說在那個 焚化爐工廠 我們可以設計壓縮 叫Hydraulic Press 怎麼樣把一大堆 一萬七八糟東西把它壓縮起來 這改變設計啊 不需要想看怎麼設計 下禮拜交給我 同樣的 等高等壓原理還有一個 應用在我們土幕 我給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台灣不是常常那個有那個什麼 土石流啊 山崩啊 對不對 這是我的地面 這是我的山 各位可以常常看到有一些 擋土牆 對不對 擋土牆有的時候 還蠻高的 假設你沒有學過這個理力學的話 你可能就 假設哪一天下雨了 這邊裝滿了 這個可能非常小 這不會大 會貼人的牆壁 這裡面可能只有幾公分的厚 可是假設這邊是20公斤 請問在這裡的壓力是多少 0 10公尺比方多少 ロ 7 10 這個壓力多少 ロ 7 20 所以我們可以求出一波 這是我們下一段來討論的 對一個平面上它的核力是多少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力量小不小 其實這是非常小的一個 薄的一個 力量很大 所以我們在做那水木工程的時候 水木那個工程的時候 土木 我想是水木清華的土氣 我們要做什麼 排水口 想辦法隨時讓這個力量 這是貼著我的山壁 很緊密的 但是即使你有一點點活 等高等壓原力 再怎麼活 我都要把水排掉 反正那個牆可能會倒 這是我們下一章的原規 下一部分的原規 各位討論的 所以等高等壓原力 在我們的機械和土木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就不錄了 用吧 這就是你會不會要來上課的原因 好的 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測量我們大氣 好的 大家怎麼測量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條是等壓 而且壓力是大氣壓 等高等壓這裡面是中鋒的 所以這條線上壓力是一樣 欸 水面跑到這裡來 請問 它為什麼要跑到這裡來 因為這裡壓力是0 然後這裡的壓力呢 是0加上 rho g h 這條線 等一樣的流體 一樣的壓力 等多少 p a p m 然後呢 大氣壓 都會記得大概是101千個pascal 來 算一算 所以這個流體的密度 拱 1 3 6 0 g 9 8 h 等於1.01乘10的分之方 科學頭腦一算 0.76 所以大氣壓大概是0.76公尺 所以大氣壓大概是0.76公尺 76公分 台灣比較不會 但美國你會聽到 Today the pressure is around 30 inches high 30英寸高 壓力怎麼用高來表示 對 因為這高度是30英寸左右 76公分嘛 76公分 76公分 2.54公分 就是公尺 就是英寸 所以大概30英寸左右 OK 這個我們稱之為 大氣壓 各位有沒有想到 這個玩意兒 parameter 為什麼要放水淋拱 放水可以嗎 of course 水 水的話這去多少 一千 一千 不是 h多少 10幾公尺 所以你在量那個 小故事跟你量血壓的時候 那個機器裡面裝置水 你要裝水的話 怎麼把 那個機箱那麼高 到二樓那麼高 那個小故事要扛過來 來來來量一下幾句 不可能吧 OK 關掉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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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